今天是9月25日星期三 HKG報今天推介給大家看看 加拿大的前岸家官康明凱聲稱 他向中國在囚期間曾遭受精神虐待 打過西方間諜說的話,可信程度又有多高呢? 在中國被囚禁超過1000天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凱 近日在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專訪中 他首次談及當日的經歷 他說曾經被單獨囚禁了近半年 廬房窗戶被封,接觸不到陽光 每日被審問長達6至9小時 他形容是一種精神虐待 康明凱又說,中國官員有一整套心理操控技術 試圖強迫他認罪 其中包括減少火食,加一度減到每日只有三碗飯食 並試圖欺負、凌虐、恐嚇和強迫你接受他們虛假的事實版本 令你相信自己是有罪的 他說每日面對無憂子的審訊絕對是遭遇過心理上最折磨、最痛苦的事 又說他是靠儒家和冥想撐過去 康明凱向加拿大傳媒大吐苦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 在9月24日主持歷行記者會時表示 他說中國是法治國家 中國司法機關嚴格依法辦案 謊言和抹黑改變不了有關人士違法犯罪的事實 林劍又指 中方奉勸有關方面要尊重事實 反省錯誤 2018年12月 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 指控他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令 事隔大概兩星期後 康明凱與領均加拿大商人斯派佛被中方拘捕 指控兩人從事間諜活動 2021年9月 曼曼遵美國終止引渡後獲釋 康明凱與斯派佛同日被釋放返回加拿大 斯派佛與朝鮮關係密切 曾幫忙組織前美國著名籃球聯絡民 兩度訪問朝鮮 又從事促進朝鮮與國際商貿文化聯絡工作 他曾經與朝鮮領袖金正恩在遊艇拍照 他在2023年11月份接受加拿大商品時推測 可能早年曾經與康明凱分享過與朝鮮的情報 但對方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 斯洋向加拿大和五眼聯盟成員轉達 導致二人雙雙入獄超過1000天 間諜從這個本質上來說是一個兩面派 看似是一種人,實際上他是截然相反 因此近來給人的感覺通常是不可信任 康明凱所做的事明顯帶有兩面派的成分 他與外界所說的說話 可能與他自己的真實經歷有很大的差別 美西方張美哈中國視為重要的戰略 康明凱身為加拿大的間諜 不排除都是執行戰略的其中之一員 他的在華籌有多大的可信性 實在令人質疑